中秋节是一个庆祝的日记 是一个一家团聚的日记 也都是一个仰望星空的日记 今年,月亮将会带给我的一份特别的礼物 准备迎接超级月亮啦 中秋节充满着纯层族 是一个繁星过去的日记 是一个展望未来的日记 也都是一个本乡美美月变的日记 今年,月亮将会被平息更大 更光,一个天门宴将 你一定不想错过 所以,Friday同一个前堂好友去买一菜 准备好几个月面 准备迎接一个充满惊喜的夜晚 中秋节不单只会一个节日 总会一个文化传承的教征 每年个月的时候 大家都会挂灯笼,相约 刚说嫦娥奔月的传说 一定我都不单只令我的唯一期童年 总令我的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当我的一彩分享月变的时候 也都还分享我的体悦和希望 今年的桥梯月亮将会令你觉得更加难忘 月亮的光芒 照亮我的美来 也都照亮我的心灵 所以,无论你身处何地 都要记得同那个成人朋友 一彩显祝一个特别的日子 让我的一彩阳芒星红 迎接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美来 中秋节快乐 在2024年,中秋节将会迎来超级月亮 那个意思就是,月亮将会运行到最接近地球的轨道点 结果就是,夜晚的天空会出现更大更亮的月亮 但还不单这个 拥有每类光环的图星 也都会加入一场Celestial Dance 可将会出现才超级月亮复阵 那个天门器官 对于观星爱好者来说 绝对还难得一见的享受 超级月亮同图星 将会在中秋节夜晚同时出现在夜空 这个天门现象为庆祝活动增添了一份神奇的色彩 千奇无好错过这个观想宇宙奇观的机会 记住,Mark D日子准备迎接这个令人惊叹的景象了 中秋节,一既称为月亮节 还有一个充满传统同文化意义的节日 还有这个特别的日子 家人朋友会聚在一起 享乐,十月便 分享美好时光 今年的中秋节将会更加特别 因为超级月亮同图星的出现 将会为一个节日增添一份独特的魅力 当月亮温行到最接近地球的位置 它的光芒将会更加耀眼 照亮整个夜空 而图星的光环以归彩机的时候 显得更加清晰 为观星者带来无限晶体 当你同家人朋友一起享乐的时候 不妨用望远镜或者双头望远镜 仔细观察一个天门奇观 你会发现 月亮的表面细节更加清晰 而图星的光芒 也会显得更加壮观 这个时候 文丹子可以印象到 挑剔月亮的美类 同可以感受到宇宙的浩瀚和神秘 那个天门念想 文丹子和一个视觉council 总是一个让人反思宇宙奥地的结尾 所以 在这个中秋节 记得同一个亲朋好友一起 抬头牙毛叶红 变成一个难得一点的天门奇观 无论你还还曾是 等于乡村 只要天黑晴朗 你都可以带到 那个壮观的镜像 准备好 你的望远镜 或者简单用肉感观赏 一个超级月亮 同图星的相遇 将会成为 你的美好唯一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因为还一次 这么天门奇观 可能要等好多年 先为再出演 在这个特别的夜晚 让我们一起感受 宇宙的奇妙和美丽 超级月亮 同图星的相遇 将会为我们带来 无限的惊喜 同感动 记住 Mark第一日子 准备迎接这个 令人惊叹的景象了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享受这个美丽的夜晚 想好好烟诏 那个天门奇观 时间就还一切 中秋节的月亮观赏 还有一个特别的时刻 无论你还同家人朋友 一切 定还自己一个人 静静的欣赏 都还一个难忘的经历 以下还一个观赏时间表 可以帮你 Plan好中秋节的观赏活动 插入一个表格 显示特定定地点的月初 月球最高点 同月落的具体时间 以下还例子 你可以填写准确的数据 几个表格 可以帮你更好的安排你的观赏时间 确保你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时刻 日期月初月球最高点 月落 2024年9月16号 下午06-15 下午11-45 上午05-20 2024年9月17号 下午07-00 上午12-50 上午06-15 上午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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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10 记住 以上时间可能会因为你身处的位置而略有不同 有关最准确的资讯 请参考当地的天文指南或是网站 另外 不要忘记带买你的相机或者望远镜 那你就可以捕捉到一个美类的天文演讲 如果你有兴趣 总可以参加当地的天文观测活动 与其他天文爱好者 一起分享那个美好的时刻 无论你选择怎么样观赏 记住要享受这个过程 因为中秋节的月亮真的好连 值得你发时间去欣赏 最后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中秋节 享受月亮带来个美好时光 希望你一个观赏时间表可以帮到你 令那个中秋节更加难忘 究竟没有还超级月亮 这个演讲 还当月亮运横到更低点的时候出现 更低点 就会月亮轨道上最接近地球的一点 超级月亮出现的时候 月亮太深 会被平时跟满月打百分之十四 两百分之三十 一个大小同量多个差异 用肉点就可以猜得到 超级月亮增强个光线 因为地球披上一层神奇的光芒 那个紧张真的令人叹为观赐 第五部分 地点和关键 尘宝最佳观赏地点 想充分影响超级月亮 同图星的Celestial Dance 以下的地点提示你要注意了 月内光污染 成细的灯光会减弱夜红的光辉 去一个照暗的地方观赏 效果会更好 尘乱海湖的视野 闻一个可以清楚抬到东方地平线的地方 超级月亮将会从高度身体 高处更有力 还较高个地方观赏 可以更清晰更抬到Celestial Canvas 第六部分 观星发宝 增强观赏体验 虽然超级月亮同图星可以用肉点抬到 但还有一样工具可以增强你的观星体验 望远镜 一幅豪个望远镜可以抬到月球表面的细节 同图星的光丸 天门望远镜 如果你想抬得更清楚 天门望远镜可以被你抬到月球晚影山 同图星光丸的壮丽景色 星图或应用程式 星图或的手机天门应用程式 可以帮你闻到图星同其他天体的位置 第七部分 捕捉精彩瞬间 视频记号 用以下的一滴视频记号 将超约亮同图星的身体颈章 温远楼住了 三角夹 一个稳固的三角夹 对于passive清晰的照片至关重要 尤其还在长时间曝光的情况下 遥控快门线 用遥控快门线可以解击长时间曝光四个相机震动 相信不同的设定 调整相机的ISO光圈同态门速度 温出捕捉月亮光辉的最佳设定 第八部分 除着关心之外 庭祝活动 中秋节不单只还观赏天门宴像个节日 总可以用以下基地活动来感受之类的K分 平常月扁 平常每个月扁 这种传统美食的饮装 好像满月更 点灯笼 用色彩缤纷的灯笼装饰你个周围环境 掌真主光明 希望同团圆 家庭聚会 同你的亲朋好友 分享超级月亮的神奇 同中秋节的气氛 第九部分 天梯共飞 文化意义 中秋节深深之根于中国文化 同民间传说之中 开庆祝秋天收获个结束 还有一个感恩同团聚个日子 满月掌真主团圆同完整 体现我的家人同朋友的重要性 超级月亮和中秋节出宴 更加拖显着你的主题 一个天文演讲 体现我的要珍惜身边的人 欣赏大自然跟美 第十部分 拥抱Kizi 赋予大家观赏 2024年个中秋节 将会一个观赏天文奇观的